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北部今天上午下了一点雨 湿度升高 感觉更为凉冷一些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 台湾周围云图的状况 那么今天的水气 比起昨天多了一些 而在明天清晨 还是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各地偏冷 但是到了白天之后 冷空气会渐渐的减弱 气温就会逐渐回升 那么北部渴望回到20度左右 星期三星期四 东半部还有北部的山区 会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道晴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部分地区的朋友 还是要留意低温 像是新北还有新竹苗栗 金门地区 这个黄色灯号的标示 都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 而东北风偏强 各地沿海陆地 容易有9到11级的强阵风 除了体感温度感受更冷之外 骑车的朋友也要谨慎 另外更要留意 悬挂物是否有绑的牢靠 注意安全 那么从桃园到台南 东部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以及澎湖金门马祖 都是路上强风特报的警示地区 临近海域也会有较大风浪 像是今天下午 在新北的富贵角 就曾经观测到5公尺浪高 因此如果有海上海边相关作业 或者是活动都要注意安全 生活follow me 小丁您要来告诉您 北部东北部的朋友 在这两天因为湿冷 江里头可能又开启了电暖器 还有除湿机 请您要正确地使用 确保居家安全 而中南部地区因为早晚偏凉 和白天的温差较大 所以慎防感冒 那么气象局预测 星期三到星期四气温会回暖 到时到了礼拜五 又有另一波的冷空气南下 到时候气温会再下滑 所以冬天的衣服 请不要急着收起来 那么空气品质灯号方面 宜花冬还有新竹苗栗 因为扩散条件较佳 空品良好 云加暖以及高频 容易累积污染物 属于橘色提醒等级 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 请呼吸道敏感的朋友 要多加保护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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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